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真是想念妹妹最初总想轻薄我的时候啊 我不放 除非 哥哥给我轻薄 我的病就会来好的 我可不记得 当妹妹总是好得多呀 不愿意想起的事情 不愿意理解的情感 都可以假装不知道 不记得 哥哥就不行 总得帮你想着记着 这长生国 本来就是我们捏造出来的 为的就是想当着众人的面 把它给销毁掉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妹妹不想哥哥知道呢 那哥哥就不知道 妹妹如果以为哥哥知道呢 那哥哥就假装知道 你没有一句真心话 你没有一句真心话 是不是除了凤鸣山庄的圈套之外 还有你的圈套 你到底是来保护我的 还是来看长生果热闹的 还是想要来看 还会有多少人再次因为长生果而厮杀 看看哥哥的圈套 还能套出多少傻瓜 小春花现在不信哥哥 所以哥哥不管是承认还是否认 都是错 那你就说一句真的 小春花又钻牛角尖了 其实天底下会有这些热闹 不过是人心贪欲释然 但是哥哥想保护你的心 确实真的 那傅娄想要保护游四的一颗心 难道也是贪念吗 或者说 哥哥就没有贪念吗 小春花 小春花变了 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的小春花每天只想着如何轻薄 萧白 轻薄哥哥 哪怕轻薄 你都是热情善良的像个傻瓜 现在怎么什么都不敢信任了 我明明 是热情似火地来到这个世界 想要寻得一份真爱 想要寻得一份真爱 我不管不顾地 奔着目标一路狂奔 终于完成了任务之后 我的心 不知道怎么去量了 看来小春花也发现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样也挺好的 单纯的小春花也好 有心思的小春花也好 有心思的小春花也好 都可爱 哥哥都喜欢 明天应该就要水落石出了 妹妹可要睁大眼睛看好 我看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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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